接下来我们就讲讲香港的支付系统 支付系统听到一旧云 其实是什么? 所谓支付系统 其实就是银行之间的过数系统 即是中银过钱给汇丰 汇丰过钱给花旗 那就需要透过这个即时支付的结算系统 我们叫做RTGS REX OK? 那谁可以用到这套银行之间的过数系统呢? 原来只有持牌银行 还有有限制牌照银行 才可以用这个即时支付结算系统RTGS OK? 那我想问 接受存款公司可不可以用RTGS 即时支付结算系统 不可以了 OK? 什么叫做即时支付呢? 什么叫即时支付呢? 其实呢 就是说这些银行 在金管局里开了一个户口 在过数的时候 金管局会查一下 这个银行够不够钱过数 如果不够钱过数给其他银行 这些银行之间的风险 如果你几天加在一起 才对一下 查一下 这个恒生或者汇丰 够不够钱过数给对方的 那有时会计错数 那有机会有风险 如果每一次都过数之前 都查了它够不够钱才过数的 那风险就会少很多了 所以用即时支付系统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为了减低那个风险了 不要令到大家呢 就找不到数了 OK? 好了 那这个即时结算系统呢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银行的过数系统呢 除了可以过广币之外 原来自2000年8月起呢 都可以过数过美金了 2003年的4月又可以过买欧元了 2006年的3月又可以过买人民币了 就是银行之间的过数系统 可以做港币过数 美元过数 欧元过数 以及人民币过数了 那港元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OK? 那金管局除了刚才那个即时支付系统之外 还会营运一些什么结算系统呢? 那刚才我们没说过 银行去典当赐借 不是有一个外汇基金的债券 或者外汇基金的票据的呢? 那原来呢 当银行持有这些外汇基金的票据 和债券的时候呢 每当它进行买卖呢 它们都要透过这个 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的 就是说如果你想透过这个典当安排 这个贴现枪借钱 你就要先摆 这些典当物 在这个系统里面 那当你需要借钱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动用到你的信贷额 如果你不需要借钱 你放在那里 那你用不到信贷额 都不要紧的 那就算你将这些典当物 卖给人啦 卖给第二家银行 或者卖给其他人 都可以透过这个债务中央结算系统呢 去处理这个交易的 就是去将这个拥有权呢 改变呢 都是透过这个债务工具 中央结算系统的 OK 那我刚才说过了 回购协议 贴现枪这种安排 都会透过这个债务工具 中央结算系统做的 那些银行将那些 外汇基金债券和票据 传进去之后 当它典当了 拿了一笔资金了 拿了一笔资金之后 就会透过 即时支付结算系统 收到这一笔钱的了 金管局给你的那笔钱的了 OK